阿彌陀佛 佛說阿彌陀經 要絕選讀 諸位法師 陳會長 諸位居士 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大家打開講表的第75面 講表第75面 那我們上一次 已經將這個 流通分 流通分底下的這個 以一 普勸 已經跟大家解釋過 那我們今天要從 以二 絕勸 以二的絕勸 來跟大家說明 好 我們先看到 左邊 經文的地方 佛說此經已 以色力佛 及諸比丘 一切世間 天人 阿修羅等 聞佛所說 歡喜信受 坐禮而去 這個就是 在整個 阿彌陀經裡面 是最後 一小顆的經文 那這個 佛陀呢 從前面的 種種的 一報 正報 乃至於呢 勸我們 應當 發願 申比國主 乃至於呢 講到 如何 指此名號 一心不亂 所以整個這個 阿彌陀經呢 到這裡 就是 即將 做一個圓滿 那這個 佛陀 說此經已 就是到這裡 已經全部 說完了 那後面呢 這個 色力佛及諸比丘呢 這個 這一段的 結卻呢 就是 後來 翻譯的主師 他把它記錄下來 這是當時的這個 講經完之後 他的情況 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 釋迦牟尼佛 他講完了 這麼長的一部 阿彌陀經之後呢 與會的大眾 色力佛 及諸比丘 這個呢 就是以聲文 來代表 那當然呢 它包含了 菩薩 還有元解 就是說 與會大眾 我們在前面最開始的這個 序分當中 這個聽聞的大眾呢 有菩薩 有元解 也有聲文 那這一邊呢 到最後的地方呢 他用簡略 用聲文來代表 其中呢 包含了菩薩眾 還有元絕眾 好 那再來呢 底下 一切 世間 天人 阿修羅等 這個呢 就是 包括了 六凡的 六凡的 有情世間 六道 當中呢 以這個 天 天道 人道 阿修羅道呢 這三個 三善道 來代表 聽聞的大眾呢 還包括了有 鬼神道的 還有 畜生道的 所以在這個 前面有講到 天龍 等 這些呢 就是有一些是 鬼神道 還有 畜生道 但是呢 後面呢 就是用 三善道 來代表 其他的眾生 所以呢 與會的大眾呢 有無量無邊 到最後的時候呢 以這個 孫文眾 還有三善道 來做一個 結尾 那最後呢 這三句 這是一個重點 這個大眾呢 聽完了 這一部 阿彌陀經之後 聞佛所說 歡喜信受 那這個代表呢 大眾呢 聽完 佛陀所說的這一部 阿彌陀經呢 歡喜 而且信解受辭 做禮呢 就是頂禮 然後呢 就離開了這個 奖經的法會現場 所以這樣子呢 整個這個 法會的音緣呢 就結束了 所以呢 最前面的 序分 到最後的 這個流通分的結尾 這整個呢 就是一部 阿彌陀經 它的全部的內容 那我們看來 這個76頁 翻到76頁 那最後 偶遇大師呢 它的要解 它解釋這一段呢 它就開始到 它用兩個部分呢 來解釋 第一個 就是解釋 歡喜信受 第二個呢 解釋 做禮而去 那我們看到這個 歡喜信受 這個部分呢 法門不可思議 難信難知 無一人能發問者 佛智見機 知眾生成佛 原首 無問之說 令得示意 如實語化 故歡喜信受也 這個是 偶遇大師呢 他就先解釋一下 歡喜信受 這四個字的內容 那這個 法門不可思議 這是我們這個 慈明念佛法門 是不可思議 很難呢 深信 也很難呢 徹底了知 唯佛與佛 哪能究竟 所以呢 無一人能發問者 整部 阿彌陀經裡面呢 包括菩薩 或者是這些聲文 沒有一個人 有發問任何問題 因為他是 一種不可思議的 佛的一種 莊嚴的境界 所以呢 難信難知 那這個 佛智見機 就是釋迦牟尼佛呢 他以他的智慧來觀照 觀照呢 這個眾生的根基成熟 陰眼成熟 所以知道眾生呢 他 成佛的元首 就是 應當呢 來聽聞 這部 阿彌陀經 這個呢 慈敏念佛 一生成佛的一個法門 所以呢 無問之說 釋迦牟尼佛呢 沒有任何一個人發問 他就自己觀察因緣 把它說出來 所以叫無問之說 那無問之說呢 另得四義 如實與化 這個呢 講這支部阿彌陀經 任這個眾生呢 得到四種的利益 歡喜 生善 破惡 入禮 有四種的利益 就好像這個魚一樣 能夠 化育 這些 地上的草木 這個如實與化呢 就是 比喻佛陀說法呢 能夠 普利 一切眾生 就好像這個 雨水一樣呢 能夠 滋潤 增長這些草木 地上的草木 那再來我們看到左邊 這個 這個偶藝大師呢 他就在把這個 整個這個 示意 的內容呢 他把它 做一個解釋 首先我們看到 身心愉悅 明歡喜 生 就是愉會大眾呢 他聽完這個 阿彌陀經 這個一生可以成活的法門 他的身跟心呢 都產生一種歡喜的 一種狀態 愉悅 所以呢 明歡喜 好 這個呢 就是第一個 歡喜意 那這個 毫無疑惑 明信 領納不忘 明受 這個信受呢 就是第二個 聲善意 他的內心呢 能夠生起一個 信解的一個 善根 毫無疑惑 所以聽完之後呢 他能夠信解 而且呢 領納不忘 能夠受辭 所以在他的內心當中呢 就生起一個善根 聲善意 那再來 左邊 左邊呢 是作禮而去 敢大恩德 投身歸命 明作禮 依教修辭 一往不退 明而去 那這個敢大恩德呢 投身歸命 就是大眾呢 聽到這個 這一部 阿彌陀經 能夠 三根普輩 一生可以成佛 所以呢 能夠離開這個五卓二世 五卓二世這種 這種環境 乃至於呢 這種身心的苦惱 這樣子呢 就是破益 所以呢 敢佛陀的大恩德 頂禮歸命 佛身就是頂禮 歸命 就是作禮 所以這個 與會大眾呢 能夠聽聞到 一生可以成佛 可以迅速離開五卓二世的一個法門 所以呢 禮謝頂禮 釋迦牟尼佛 在這裡 這是破益 那左邊呢 依教修辭 一往不退 依著這個 阿彌陀經的這個 信願型的這個教法 來修辭 精進修行 往生淨楚 成就三不退 原正三不退 一生不出 明而去 這個就是入禮義 一生可以成佛 成就無上普體 開顯 我們眾生與佛的這個平等不二的 離體 這是入禮義 所以這整個呢 歡喜信受 作禮而去 偶一大師呢 就用這個 四義 歡喜 身上 破二入禮 這四個利義呢 來說明 最後的這個 經文的內容 那整個呢 到這個地方呢 就整個流通分 甲三的這個流通分呢 就說明完 那整個呢 隨文解釋 第四大科的隨文解釋呢 也已經說完 那接著我們看到77頁 77頁 節式勸修 這是第五大科 最後一段 我們前面的四大科呢 從前面的解釋經體 本經宗旨 功德利用 隨文解釋 我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來研究 我們最後做一個 節式法要 還有兩個祭送呢 來勸勉大家 精進的去修寫 所以這個節式法要呢 我們把整部 這個阿彌陀經的內容 它不外 信願形 三個內容 所以呢 一句彌陀 信願具足 我們唸 我們唸這句 彌陀名號的時候呢 你的內心呢 要有一個信願 的一個引導 這是用信 深信 切願 來引導這句佛號 這樣子呢 你這句佛號呢 就能夠 帶領著 你臨終 往生淨土 所以這個要信願具足 那我們看到這個信 深信 一句佛號 當下圓具 當下圓具 心力 法力 佛力 不可思議 故得 現身 業障消除 不會增長 臨終 門佛 接引 往生西方 我們講到這個信呢 前面當然 在這個 講到這種六信 講得比較廣 那我們最後呢 我們就是 把這句佛號呢 我們能夠深信 它具足的 三種力量 心力不可思議 法力不可思議 佛力不可思議 尤其我們在這個法力 雖然我們眾生本具 極得世界的一真二報 但是呢 佛陀的這個功德 要透過什麼樣來感應呢 就是要透過這個 名號功德力 就是這個法力不可思議 所以它就是一個橋樑 所以我們要深信 這句名號的功德 萬德鴻免得不可思議 所以呢 透過這個法力呢 我們能夠具足 來受此 所以呢 現身 可以得到業障消除 不會增長 你在娑婆世界 你能夠來信願 指此名號 你念念呢 就能夠業障消除 不會增長 那等到臨終 能夠心不顛倒 就能夠門佛進 往生西方 所以呢 臨終呢 能夠信願行 都不顛倒 就能夠得到 阿彌陀的進 往生靜除 這是我們 現身的利益 還有臨終的利益 那再來看到願 第二個願呢 一句佛號 當下 燕離說婆 去思為 苦 空 無常 心求極樂 去思為 極樂世界的功德莊園 乃至於 底下講到 萬元放下 一念單體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願 分成兩個方面 願離說婆 心求極樂 那這個事項上呢 我們對於這個 這個說婆世界的觀察 你去思為 用這個試念處 不敬 苦無 無場無我 去思為呢 這個相貌 從事項上的 去思為 他的過患 我們內心呢 產生一個 厭禮心 那同時呢 我們也要從這個 內心的煩惱 叫做自心會 理應厭禮 你為什麼會感到這個 不敬 苦無場無我的這些 果報呢 這就是因為你內心 夾雜的那些 妄想 執著 的煩惱 所以呢 才會感到外在的 這些 相貌 那極樂世界也是一樣 我們反覆的去思維 極樂世界的 一暴的莊嚴 正暴的莊嚴 乃至於呢 這些 能夠跟 諸上善人 聚會處 這樣子呢 種種 如是功德莊嚴 這個是從事項上觀察 透過這個經典的內容 去思維 那從這個內心當中呢 至心靜 理應 心求 極樂世界呢 這麼殊勝的功德莊嚴 也不離開你的內心所限 所以呢 你要從內心開始 就是把那些 煩惱的境界 妄想的境界呢 把它轉成清淨 所以叫做 自心靜 理應心求 就是說你不是一直往外去 境外求法而已 你同時呢 要回光返照 你用什麼樣的心 才真正能夠 跟極樂世界的 這種清淨功德莊嚴 能夠感應道教 好 你用煩惱的心 用那種妄想 執著的心呢 你是無法跟清淨的功德 感應道教的 所以你自己 要去從外在 乃至於要回光返照 萬元放下 那些虛妄的執著妄想呢 都是要放下 不能貪戀 也不能執著 這樣子呢 你就能夠一念 來專注於 這句佛號上 一念單體 否則呢 你在念佛號的同時 會有太多的干擾 一下子想這個 一下子想那個 太多你怪的事情放不下 好 所以你要透過思維 燕尼索火 心求吉德 這樣子呢 你才有辦法萬元放下 專心的指齒名號 這是願的部分 那第三個呢 行 一句佛號 我們怎麼去練習呢 我們上次也講 從靜中 再到動中 你每天 要靜中的這些 定課 靜中修 你沒有靜中修呢 因為你都是在動中 這種散心念 這個佛號的力量 很有限 所以我們靜中呢 就是一句彌陀 念誦聽 督色六根 心念 口頌 耳聽 先收色你的意根 舌根 耳根 乃至於呢 你的身根 眼根 鼻根呢 都不往外攀遠 這就是督色六根 全部的外緣呢 都把它放下 這樣子呢 安住在這句佛號上面 十句成片 三三四 透過這種實練法 讓你的心呢 從短時間 兩分鐘 乃至於五分鐘 十分鐘 這樣子呢 慢慢呢 把這個專注的力量 能夠延長 這個呢 就是靜念相繼 所以你要訓練平時呢 你要能夠靜念 能夠相繼的話呢 你這個佛號的力量 才能夠產生 比較大的力量 否則呢 你這個中間 掺雜了太多的妄想 你這個佛號的力量呢 就很有限 會干擾 雖然你可能練得很多 但是呢 中間都掺雜了 很多的雜念 這樣子呢 不如你練得少 專注來念 先求專注 不要說先求數量 先求少沒關係 但是呢 每一句 每一個字呢 都是清清楚楚 然後有這個基礎之後呢 再來加強這個數目跟時間 這樣子呢 這樣子呢 就能夠靜念相繼 那同時 動 動中修 這個叫做立圓對靜 欲靜逢遠 妄念深情 轉念念佛 妄念消滅 佛號獨自 就是說我們 一個人呢 尤其在這個 在家修的這種環境 你說要很長的時間 在這個靜中修呢 有困難 所以呢 我們除了靜中 有定課之外 其他的這種日常 在工作中 在一切的行住 作惡的時候 你的內心呢 欲靜逢遠 要觀察 用你的智慧去觀照 妄念 就我們前面講的 四種顛倒 你是不是生起 這種 常熱我靜的四種顛倒 你就要用這個四念處 來觀照 你這個妄念生起的時候呢 要轉念念佛 不能讓這個 顛倒的 念頭呢 相續 或者增強 所以呢 一開始呢 先用四念處的智慧去觀照 然後呢 透過這句佛號呢 來轉念 這樣子呢 你慢慢呢 你的這個平常的這種 顛倒的念頭減少了 你的清靜的念頭增加了 在平時呢 就能夠產生一種 對峙的力量 那到臨終呢 才有這種 把握 所以呢 平時呢 你就能夠這樣子對峙 妄念消滅 佛號獨准 用這個佛號呢 來轉念 當然我們一般呢 你也要有智慧的觀照 因為你沒有智慧的觀照呢 有可能你自己忘念 你自己不知道 好 就是你這個習慣的念頭呢 你會認為正常 好 隨順煩惱的時候 你會正常 好 認為正常 但實際上呢 你這個是顛倒的 而且你這些念頭呢 會障礙你 臨終的正念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之前講 為什麼偶依大師呢 把這個 阿彌陀吉要解 他特別發揮 把這個大聖的戒典會 把它融合在一起 把這個聖道門 把它融入到慈敏念佛 就是說有些人慈敏念佛 但是他沒有觀照力 他念佛的時候呢 同時還隨這些 顛倒的念頭呢 殘雜 所以呢你這樣子慈敏的力量呢 就很薄弱 力量很薄 所以呢 我們透過大聖的戒典會 來做一個檢查 你這個時候是不是忘念 好 所以你檢查完之後呢 轉念念佛 不隨忘轉 所以你這個心腸絕躁 你要怎麼絕躁呢 一般人 你要是沒有佛法的知見 你可能在妄想當中呢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打妄想 好 所以你要用這種大聖佛法的戒典會來絕躁 那絕躁之後呢 我們當然不是透過智力來斷煩 我們呢轉念念佛 來安住在這句佛號上聚足信念 那臨終呢 就能夠待悅往生 平常呢透過這種正住雙修的力量 來調悟煩惱 到了臨終你就能夠保持正念 待悅往生 好那我們再來換到七十八月 七十八月 那我們再來 舉送勸修 這個舉送勸修呢 就是引用兩個主師的一個祭送 第一個祭送呢 是偏向這個信願 信願這部分 第二個祭送呢 偏向於慈名 慈慈名號這個部分 我們先看到第一個祭送 逆境當前莫洞春 西方佛寺等書卿 五金贊座索普克 不久廉遲會上人 好我們先解釋這個祭送 這個呢就是培養我們的一種 智慧的觀照 培養這個信願 那我們在這個 逆境當中 逆境現前的時候呢 莫洞春 當然我們之前講到 在順境的時候呢 你也不能生起這種 貪念 所以在逆境 你不能生起這個 稱心 這個順境的時候呢 你不能生起貪心 這種都是會障礙我們 臨中的往生 所以呢你平時呢 就是這樣觀照 為什麼呢 西方佛寺等書卿 西方佛寺 比喻我們是一個 念佛人 求生淨土人 我們呢 應該呢 平等的去觀照 你的逆境或者順境 或者呢 平等的去接受 你接善緣的人 或者接過惡緣的人 這個呢 我們都要把它平等 來對待 不能再產生 很多的那種 煩惱的念頭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 只是暫時 做這個說婆世界的 這個客人 暫坐說婆客 只是短暫的 幾十年就過去了 不用太多的計較 一切的順境也好 逆境也好 這個呢 都是尋悅發現 你能夠去坦能接受 該怎麼做 就怎麼做 所以呢 暫時做這個說婆世界的一個因緣 這是一個短暫的時間 我們不久 就是你這一生的果報進了 臨終了 這時候呢 蓮花化身 不久 蓮子會上的 你說婆世界的果報進了 到了其他世界 八公得水 七寶石當中呢 蓮花化身 成就一個清淨的果報 所以呢 這些說婆世界的 你的這個順境也好 逆境也好 你成功或者是失敗 這個呢 就是當成一場夢 虛幻的 不用太去執著 這就是 在我們的信心跟願力呢 用這個祭宋 來做引導 那第二個呢 祭宋呢 一句 一句 迷陀 法中網 無邊妙義 管寒常 實念 往生 成正訣 不在世間 論短長 這呢 這呢 就是講到這句 迷陀明號 的殊聖的功德 一句迷陀聖號 萬德鴻明 那這個法中網呢 就是說 這一句迷陀的聖號 我們經過這個 偶義大師的解釋之後 我們了解這句佛號呢 雖然四個字 六個字 但是呢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雖然唸起來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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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它含義呢 是無量無邊的 所以法中網 它能收射一切的萬法 六度萬恨 三藏十二步 都在這句佛號當中呢 包含了 所以 無邊妙義 廣寒常 這句迷陀明號呢 你能夠深入的了解 乃至於呢 從這個誓詞 達到禮詞 你這句佛號 產生的作用呢 是無量無邊的 功德在裡面 就不是只是一種 齒名 這麼簡單而已 它呢 你從這個誓詞到禮詞之後呢 用你的心 跟這句佛號呢 感應道教 就我們前面講 心力不可思議 法力不可思議 佛力不可思議 你透過你的心力 跟這個名號 感應道教 就跟佛力本願力呢 這個阿彌陀佛成就了無量無邊的功德在裡面 包括了四十八願的功德 包括呢 清淨的法身 還有清淨的淨土 所以法身淨土的功德呢 全部都含長在這句萬德轟名裡面 所以呢 它的含義是非常大的 十年往生成正確 我們在說佛世界呢 你能夠成就 臨終的一念 最後你這一念呢 能夠跟 這個阿彌陀佛的本願 感應道教 當然呢 是透過平時的你的十念 乃至於無量的累積 那這個呢 往生極的十念 一生必定成佛 所以呢 成正確 成就呢 無上菩提 所以呢 一生補助 在無量受的時間 絕對呢 能讓你呢 一生可以成就無上菩提 不在世間論短長 就說你這個呢 這樣子思維 這些世間 說佛世界這些世間呢 都是短暫的 不用太計較 你不要因小失大 有些人就是因小失大 他就計較這些短暫的現實的利益 但是呢 他未來生生世世的 無量的生命呢 他反而去放棄 沒有去注意到 所以我們有了智慧之後呢 你的這個眼光呢 就能夠看遠一點 不會在這個眼前的利益呢 去放太多的精神體力 當然我們這個基本的 我們在這個應光大師講 你這個在家居士呢 當然就是敦倫盡奮 但是呢 你不用去攀遠太多 你該怎麼做 如法的把它做好就好 你該盡的責任 你是當父親的 你就把它當父親當好 你是當兒子的 就把它當好 但是呢 你其他的這個時間 你就不用去攀遠太多的 那些不必要的 這些外緣 這些雜念 這樣子呢 你在這個一生當中呢 就能夠成就 殊勝的 未來無量生命的功德 一生可以把無量解的這個 生死大師呢 把它解決 所以這個 這個應光大師呢 還有偶遺大師 他們在這些開示當中呢 其實很多呢 都是為這個在家居士開始的 所以這個在家居士呢 一般這個修行 它的狀況比較多 因為它時間有限 可能忙了一輩子之後呢 這個身體也衰老了 這個精神體力也比較差了 但是呢 只要你把握有限的時間 只要開始呢 都不會太晚 你不開始當然就沒有機會 只要開始呢 把握有限的時間 你看最低呢 十念乃至一念都能往生 所以何況我們平時呢 這麼精進的來用功 那肯定往生呢 是絕對有把握的 所以你自己對這個 要產生信心 要產生信心 好 那麼這個呢 整個 這個佛說 阿彌陀經呢 要解選讀呢 就講到這裡就圓滿 那我們 先透過這個 這個選讀的內容 這個整個這個 偶一大師的這個要解呢 其實它的內容非常多 我們這個選讀呢 只是選了一小部分 還有不少的內容呢 以後大家可以再找時間去研究 那我們只是把一些重點的地方呢 先做一個大綱的介紹 那這個 在這個 偶一大師的這個 最後 他做完這個要解之後呢 他有做一個拔 有做一個拔 前面是序 後面是拔 那這個拔呢 他就說到 他整個這個 阿彌陀經要解呢 他用了九日 用九天呢 就把它註解完成 所以整個 這一部阿彌陀經的註解呢 偶一大師呢 花了九天就把它寫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 了解這個偶一大師的智慧呢 是非常的圓滿 而且那時候呢 他寫這一部 阿彌陀經要解的時候 才四十九歲 那一年他才四十九歲 那在這個 這個拔裡面呢 他也講到的一些 當初為什麼他會寫這個 阿彌陀經要解的一個 因緣 他就是 也觀察了 當時 在這個 明末清初 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呢 整個這個 中國的叢林 我們上次也講 百分之八十都是 修禪中的 所以你看很多寺廟呢 他都講 某某禪 所以真正呢 那時候出家眾 念佛的非常少 一般出家眾呢 都喜歡參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中國 這種文化 他比較喜歡有這種 智慧的 喜歡去思考 所以呢 那時候一開始 你要是沒有把這個 慈敏念佛的法門呢 把這個生意把它 開展出來 那很多人呢 都認為說 這個呢 念佛法門就是在家修的 或者是呢 這是年紀大了 再來念佛就好 所以偶一大師呢 看到當時的這個音樂 他呢 特別寫了這一部 阿彌陀堅要解 來對峙 當時很多修參產的 或者呢 他學習教理 他修這個指觀 也不念佛 所以呢 他特別把這個 阿彌陀堅這個慈敏念佛法門呢 用這種大聖的戒定會 把它融合在裡面 所以呢 把整個這個慈敏念佛的這種生意 比較殊勝 而且比較深的這個意理呢 把它開顯出來 好 所以我們研究了這一部 要解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把握 兩個方面 一個事項上 事修 比如說你這個信願行 你可以一開始從事項上去 培養你的事項的信心 事項的願力 還有事項的修這句 指齒名號 但是呢 你了解了要解之後呢 你還要加強你這個理觀的部分 就是說你這個信呢 從理體上呢 從理體上呢 也要去深信 從理體上呢 也要去發願 從理體上呢 來指齒名號 一行不亂 所以整個呢 就是當我們在修持這個 慈敏念佛的時候呢 你能夠視理圓融 不能偏一邊 不能直視魅理 也不能直理會視 有些人呢 他也是很老實在念 但是呢 他不了解這個理的時候呢 他內心其實很多的 煩惱或者障礙呢 他都沒有辦法去調補 那有些人呢 他懂得理 但是不去視修 這個也有問題 因為你了解理 但是你沒有去落實到這個視修 這點叫做直理會視 這樣子呢 你也沒有辦法透過這個理觀 來斷煩惱 所以視修跟理觀呢 這兩個是缺一不可 視理要圓融 否則呢 有些人呢 你了解了這些 理體的道理之後 你又沒有辦法 透過自己的力量 去斷煩惱 你又不求生淨土 不指齒名號 那你這個理呢 其實也是一個空理而已 所以呢 就是要視理要圓融 來指齒名號 達到這種 成就往生的這個三字量 好 那麼我們下一節課 就要正式來說明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好 那我們先下 好 先下課十分鐘 去視乎 來購言 來購言 我先下課